跟佛来接引 我们都真的是非常感恩 怎么会去比较呢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应该也要够那个程度 你才能够到哪里去吧 那当然我们心也可以做向往 那可是向往就不是说 就好像会有矛盾或者是对立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所以当时在这个张康冠鼎大师在 他在入灭的时候就有补充这样子的记载 那在他的生前也有一些感应的事迹 他也是记载说在国庆寺的时候 那有一位老人家生病结果什么药都医不好 那他的儿子就很紧张 就赶快跑到这个国庆寺里面 然后求救于张康冠鼎大师 然后张康冠鼎大师就焚香 这记载里面说张康冠鼎大师他认为说要点香 就是特别重视这个蓝香的功德 点香的功德 然后他就焚香了以后呢 就送了一部法华经 然后这个老人呢 他闻到了这个 他就在他家里就闻到了这个香味 然后他病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有这样的感应事迹 那另外呢也有一个记载 我再举例一个 就是当时就是在这个张康冠鼎大师 他在试镜市 也就是他最早就是出家的这个试镜市 他在讲这个《涅槃经》的时候呢 结果突然呢就有这个强盗 强盗啊 他就想要去就是抢打劫 结果呢他们到了这个寺院外面的时候呢 哇 突然呢就看到这个寺院的四门 就是三门啊 哇 就是好像这个啊 好像充满了这个好像打仗的这个旌旗啊 就是说我们好像有军队的这个军旗啊 哇 散散发光这样子啦 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天空的神兵呢 都拿着这个这个长矛长剑啊 就很长这样子 哇 这些这个强盗呢 一看了以后呢就吓得赶快逃 就不管再侵犯这个寺院啊 所以呢这个试镜市啊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感应的事迹啊 就是当时张康冠领大师在讲 涅槃经的这样的一个感应 所以色镜市呢又称作三兵市 就是有这样的灵验 而且呢他这个在他的这个传记的记载啊 就说张康冠领大师啊 他每一次在静坐诵经的时候呢 然后天空呢就有天花啊 就是这样子飘下来 飘下来 就是有天人散发这样子的 这些的记载啊 所以在张康冠领大师呢 他的一个就是对法 他的一个尊重跟他的传承 而且对于整个智者大师的这一些的著作 能够记录下来传承流传后代啊 然后他的功德啊 这个是很大的 所以呢 他在这个这种感应事迹 也非常的就是令人感动啊 那在这个记载里面呢 主要的也就是以他的辩才 他的这个智慧 那能够传承 就是智者大师的遗教 所以他被尊称为 这个天台中的第五代的祖师 那应该呢 就是以他的这一些的功劳 那我们介绍了天台中的五位祖师 那大部分呢 到这个张康冠领大师 他就是以著作为主 然后也到了张康冠领大师呢 算是智者大师的随身的地址了 那这个天台中呢 算是在唐代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张康大师 他原籍的时候呢 已经进入到唐代中 征冠六年了 就是六百三十二年 那之后呢 就是天台中 他的这个传承呢 就是以这样子的教义为主 那另外有一个张康冠领大师的 一个著作比较特别的 就是整理的智者大师的书信 还有就是后来 就是这个国庆寺的这一些的事规 还有智者大师啊 当时管理出家众的一些规矩 他就列了一条一条 那合集为国庆百录 就国庆寺为名的 这样的一个合集 就是把它编辑起来 那里面也有一些智者大师的书信 那包括就是智者大师写给 靖王阳广的这个遗书 也是在这个国庆百录里面 所以这个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要了解智者大师 他跟靖王阳广 他们来往的这个书信 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资料 那我们应该就是 这个单元 正好就介绍到天台中 第五组的张安冠领大师 那时代也进入到唐代 所以从这个智者大师 跟他的老师都是在南北朝的时代 那智者大师就进入到这个隋的初期 那这个张安冠领大师呢 他露灭的时候已经进入到唐代了 所以这个是天台中呢 也等于是 就是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时间了 从就是智者大师 之前慧文禅师跟慧师禅师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时代 来说呢 就差不多已经一百年了 那我们也来把学习功德 来做回向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七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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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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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证与金刚正所传播的地区并没有特别速食风气 传统的中国佛教宋石的定义 是不食肉 而是蔬果食物 并且也不吃会想爱修行的食物 传统的史书 不只不吃真生肉 也不吃蛋 卤肉制品 酒 以及葱 蒜 韭菜等刺激性的蔬菜 不仅是中国僧传不吃 其信众也都遵循这一传统 以恶来说 真正吃素的人 也不喝牛奶 乳制品 因我等 对于淡素 买素 或淡买素者 中国佛教界一直是寒冷的态度 所以一般允许吃素的佛弟子 只要淡买 在教界的表示 某人吃旋素 有时会说 吃得很轻 意思是 除了不吃肉 奶 蛋 等动物食品外 也不吃有心的精神植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